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堂课呢 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alpha critical 我们讲什么是alpha 上课我们在binary solution 跟各位介绍 alpha的定义呢 就是同一种元素呢 它聚在一起的能力 当你这个 alpha 过大的时候呢 你的本来呢 混合自由能都是往下的 这种自由能混合的曲线是往下的 在A等XB大概0.5的时候 会有一个反驱 当你的alpha够大的时候 这个反驱呢 其实我们待会就画给像头 给各位看 事实上这个就是 你像头会有一个双向驱的来源 好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就跟各位介绍说 那这个关键的alpha值 也就是说这个反驱开始的这个值 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各位介绍 就用一些微分的基本的数学概念 跟各位证明 所以binary solution呢 它的alpha critical 都是在等于2 是理想的状况 好 那 今天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 各位我们在像图啊 彩岛里面学像图 X轴没问题都是成分 Y轴我们通常是看什么 溫度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T critical是多少 alpha critical是2 没问题 那T critical是多少 好 所以我们今天假设呢 假设有一个 Case呢 好 有点 对 有点 有点 我們假設有AlphaCritical 假設是2好了 我們就把它定義是2好了 就現在變成Alpha不要動 都把它設定為2 那我們來看看T變化 對自由能變化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假設Alpha都不動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把它固定住了 其實不是完全固定住 就是說讓T為一個變數 其他Alpha就不要變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圖形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實際的項圖裡面 其實Y軸 大家已經學過 其實大部分用的時候是溫度 所以我們這種混合之後 這種一些行為 你想要把它用真的項圖來表示出來 所以你Y軸勢必要把它畫成溫度 那我們怎麼看它溫度的表現呢 就是說我們用Omega這個東西來表示 那我們知道說Omega 我們今天給定一個固定的Omega 來看看溫度的表現是什麼 那當你固定Omega的時候呢 那我們又固定Alpha critical 讓它就是等於2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固定了 那這個固定了 那這兩個事實上呢 怎樣 它是乘反比的嘛 乘反比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之前學過 當你的自由能曲線會往上驅的時候 會越驅越大 是Alpha字增加還是減少 我們之前學的 當你自由能曲線 因為受到Alpha影響會反驅的時候 這個反驅是Alpha越大的時候 反驅越大 還是Alpha越小的時候反驅越小 沒有人回答 Alpha比較大的時候 你越來越增加的時候 這個反驅會越來越大 對不對 本來如果你Alpha很小的話 你自由能曲線就是一個混合的 完美的混合 就是往下跑的這種曲線 所以注意 你的反驅呢 自由能反驅對Alpha來講呢 是你Alpha越大 你的反驅會越大 那今天因為T跟Alpha是乘反比 所以對T來講就剛好相反 你的自由能曲線呢 是你的溫度越低的時候呢 你這自由能曲線反驅會越大 所以整個畫出來的圖形呢 就會像我這邊畫的一樣 你溫度越低的時候呢 這個反驅會越大 那你溫度越高的時候呢 自由能會比較像我們之前講的 完美的混合的Case 所以這是根據這個東西來的 所以當你這個東西 反驅的圖形跟不同溫度畫出來的時候呢 好那我們就 我們之前知道說 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雙向區 就是不互融的區域的定義呢 就是你這反驅的邊界 所以我把不同溫度下呢 它反驅的邊界呢 都把它用曲線把它標出來 標出來 那這個區間你會看到溫度越 你的反驅越大 這個雙向區 就是相分離的區間會越大 那隨著你溫度增加的時候 這個東西呢 怎樣 就越縮越小 那我把它畫成溫度的韓 把Y軸換成溫度 那你這些對下來的曲線呢 我把它定義成不同的溫度 那對應比如說到 600K的時候 600K是 這個我們第一個畫的 600K 600K是這個地方 那假設它的寬度呢 是這個樣子 這邊是你的雙向的寬度 那700K呢 就稍微窄一點 700K的這個地方 以此類推 800K再小一點 900K再小一點 到1000K的時候呢 剛好是我們這個 T-Critical 以這個case來講 這邊以這個case 當然這個是任意值 隨便看你是什麼物系 那這個是T-Critical 1000K對我們來講是T-Critical 好 這樣你在T-Critical的時候呢 你的雙向區就消失了 它就變成一條線 不會有兩條線分開 所以你看 我隨著不同的溫度呢 這個雙向區 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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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在高溫的時候呢 就合起來了 那我把這些 零界點都連起來 這些零界點都連起來 我們的雙向區就畫出來了 那這邊呢就是所謂的雙向區 這區呢是不護融的 不護融的 那這個東西呢 注意我們的X軸呢 是成分 Y軸呢是溫度 這個東西就怎樣 很像我們在 彩導或是物理眼鏡 裡面看到項圖的那種概念 對不對 在比較 各位我們學過物理眼鏡嘛 一個共進的像圖是這樣子 對不對 大家講的貓耳朵嘛 就兩個耳朵 這一區呢 就是我們講的雙向區 當然這一區比較複雜 我們之後會介紹 那這個東西就很像 我們這邊講的地方 你在靠近這一區這個地方呢 就是A reach 左邊 這邊呢就是B reach 那中間這個區域呢 就是不是A也不是B 它沒有辦法形成中間的東西 就是完全就是混在一起 好 那這個東西也很合邏輯 你可以想像 當你有個固融體 我們在彩導裡面學的 Sully Solution 你溫度越低的時候呢 護融度是越低的 溫度越高呢 你護融度越高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決定於你的T critical 是什麼樣 是多少 好 所以從 上一個禮拜我們學的α 到這個禮拜我們學的T 你可以 知道說事實上我們的相圖 的建構 是這樣子來的 它根據溫度還有α 還有甚至自由能 我們相圖的建構是這樣子的 某一部分是這樣子建構出來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呢 知道溫度的變化了 好 那溫度對我們Activity有什麼影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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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Activity呢 好 我們的Activity呢 定義 Activity長得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根據以前的公式 是 好 我們Activity跟自由能 A能事實上是有一個連結的 好 這是 你B的 假設一個混合 容易裡面呢 你B的自由能 我們可以寫成RT Long Activity B 好 這是B的部分 為什麼可以寫成這樣 因為全部的自由能 事實上是B跟A的Partial加起來 那你實際成的時候 還要再乘以它的墨分率 好 所以你看B的部分呢 如果整體的話是什麼 整體是Delta GM 等於 這個再乘以XB 再加上 另外一個 下面換成A 然後乘以XA 事實上就等於 那所有Delta GM就是 XA RT XA Long XA 加上XB Long XB 所以這部分 它的單一的部分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沒問題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 我要你回去想 有一個部分 我們有一個部分 介紹自由能的計算 假設你有A跟B 兩個Partial的量 事實上可以藉由 自由能曲線做幾何圖形 來推算出來 還記不記得這個部分 還記得這個部分 那邊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 有名的關係式 叫做 這個東西 它是利用我們 之前跟各位介紹的 一個幾何的關係 某個點 這東西導出來的 你還記得這個詞嗎 好 那個時候事實上 我們有推到一個結論 是這個樣子 好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這樣的關係式 好 這是我們用這種東西的幾何證出來的結果 用gives to have 跟這個幾何關係 證出來的 好 如果你忘了可以趕快去翻一翻 我只是畫個圖 提醒各位 我們之前做過這樣的事情 好 那為什麼寫這個東西是這樣 之前在這種比較簡單的case 你的自由能曲線走勢 你的曲率呢 大致是維持一定的趨勢 就是往下跑 也就是說你這個時候呢 activity的對應出來呢 它比較是一個固定的形式 但是呢 我剛才這邊已經擦掉了 在我們的雙向區 我們雙向區 就是不互容區 事實上會有這種很大的反區 對吧 那這個很大的反區 之前我們並沒有講到這樣的case 因為我們之前講的都是一個完美的混合 所以那時候的activity比較單純 大致上呢 就是停留在我們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但是當你的雙向區來的時候呢 你知道你的delta-g會有很大的變化 而且這個很大的變化 要看你是什麼樣的狀況 好很那樣的狀況 那這時候activity就會有一些變化 這時候activity就會有一些變化 而且我們也知道delta-g呢 會受溫度影響 我們剛才已經做過了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activity也會受到溫度影響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地方要跟各位講 溫度對activity的變化 特別是指在混向的時候 就是不互容區域的時候 好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東西 是這個樣子 那 我的xA事實上 等於1-xb嘛 對不對 好 那我把 這個式子稍微整理一下 我會做一個微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們自由能呢 對成分呢 做幾次微分 發現裡面是很複雜的 而且這裡面呢 這種複雜的程度呢 也會影響到activity 我們從這個關係事情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也就是說呢 當你的自由能曲線呢 變成這種這種雙曲 有翻曲的這種行為 在不同成分的時候呢 對它的微分呢 也就是它邪域的變化 就會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而且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把activity考慮進來 你就知道說 activity也是受這種東西影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 我要各位回想一下 我們跟各位證明 這個alpha critical的時候 有做一件事情 算alpha critical 因為我的自由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它會變平 所以那時候 為了解 在什麼地方 它這個曲率的變化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有做微分對不對 我們有算一階微分 兩階微分 三階微分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我們那時候 定義出來就是 在 在等於0.5的時候 好 我們之前呢 有跟各位證明過這個東西 就那時候是為了要 去求 alpha critical 你稍微看一下前面的筆記 我們有去證明 什麼時候會等 alpha critical 會多少 那時候我們證明方式就是做 這種區率 delta GM的一階微分 二階微分 三階微分 直到微粗到一個程度是 alpha critical alpha不見了 但是只剩下 xa跟xb 好 那時候我們就link 它在中間的時候 會等於0 就是這個點 這是圖形算出來 畫出來的的確確 在中間這個地方 是等於0 那時候呢 xa等於xb等於0.5 這是條件 那把xa等於xb等於0.5 再帶回 比如說從 帶回到二階 那時候會有alpha的這個值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alpha critical 是等於2 好 好 好,那這個東西呢,是對alpha critical的 那一樣,我們剛才其實講過alpha跟t是怎樣 是反比的,所以相同的邏輯你用在t critical也是一樣 好,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看到在critical這個point的時候 我們知道二階微跟三階微分是等於0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這個式子 二階微分呢,三階微分呢 都等於0,也就是說呢 左邊這個等式的整個都為0 這告訴我們呢 這樣一個東西也是存在的 好,我們把這東西帶回去 就把它帶回去 好,那所以我們得到 這個條件也是可以成立 就是activity的一階微分跟二階微分也會等於0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activity對xb畫出來 畫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因為你有這樣一個條件 而且這個是在t critical的時候 那這個圖形把它畫出來呢 t等於t critical的時候 你activity對成分的圖形呢 是長這樣子的 就一階跟二階微分呢 都是等於 它就是大部分的時間它是一個磁品的 磁品的區域 那這個東西很像我們 就是之前講的 你如果是在alpha critical這個值是這樣的話 那你微分之後呢 會有兩度的微分 你在中間這個點的話還是為此為0 那這個圖形的 它的行為就很像我們之前講的那樣子 好 那如果呢 我們 剛才呢 跟各位介紹就是 你的溫度呢 這是你的t critical 我們的溫度呢 有這種行為 對自由能有這樣的行為 對不起 這個是不同的溫度 那你的溫度如果是高於這個t critical的話 比較簡單 它就是往下跑 對不對 所以我們t大於t critical呢 我們把activity畫出來 根據這個自由能的區率 然後根據我們剛才導的公式 activity畫出來 如果t大於t critical的話 是比較單純的行為 就是這樣一路往上慢慢的往上跑 但是如果你的今天是 這種比較複雜的case t小於t critical的話 就會出現這種反區 出現這種反區 那就有極大值跟極小值出來 好 那我問各位 這個東西合不合理 這樣子 以你的邏輯看合不合理 這樣OK嗎 這有沒有違反我們之前學的一個東西 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呢 這種東西呢 特別這一部分呢 斜率是小於0 對吧 這個東西呢 跟我們學的這個觀念是不太一樣的 是有矛盾的 是有矛盾的 跟這個東西是有矛盾的 activity呢 在我們之前學的基本的觀念就是 他是有一個 coefficient activity coefficient 那這個東西呢 只有三種情況 等於1然後大於1小於1對不對 但是它不會是負的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always隨著成分而增加 Activity always隨著成分而增加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講的這一段 這種區域的變化 事實上是圖形畫出來這樣 可是在實際的Case它沒有任何的意義 所以我們實際的Case 雖然導出來是長這樣 但實際我們會把它另為一條直線 就是說這個地方是不改變的 Activity並沒有改變 好 實際的Case呢 我們把這邊呢 有區域這個地方 我們就認為它是一條直線 就是Activity不會做這樣的 會有斜率會變成負的形形 根據我們以前學的觀念 所以實際呢 在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是令它為磁品的 那 磁品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定義出來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雙向區 雙向區的成分範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再跟各位強調的觀念 就是說這個原來黃白這條線呢 是根據我們之前這個反區推導出來 它會有這種震盪的情形 那這種震盪情形 如果你是T呢 是高於T critical 就是比較完美混合的Case的話 你就不會有這種震盪情形 那你就是一個緩慢 逐漸增加的這個曲線 但是呢 這個曲線 這個東西呢 違反了我們之前學的觀念 Activity i 呢 等於 Gamma i 乘以 Xi 這個東西是 永遠是增加的 隨著你的成分 所以這東西違反我們這個觀念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一區呢 它的科學意義並不正確 即使你數學導出來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在這樣一個區間 我們就認為它是一個固定的值 它雖然有 fluctuation 所以有震盪 可是在Activity定義上 我們就令它為一個持平的值 那這個持平值卡的這個區間呢 對應到就是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反區的這種震盪行為 就是你進到雙向的區域裡面嘛 對不對 會有這種變化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你卡的這個地方 你令它為持平這個邊界點 就是你雙向區域的成分範圍 我知道同學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老師 這個東西 這個區域這樣變化 違反這個東西 我同意你 但是你怎麼可以 直接令它為一個固定的值 你怎麼知道Activity它一定是一個固定的值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下一堂課會跟各位做解釋 這個到 我們用另外一個部分的觀念 就是故意的這個雙向區 跟各位解釋 各位會比較清楚 而且這個觀念事實上 你再踩導就學過了 再踩導就學過 那是我們明天會 跟各位提到這個內容 那我們今天課呢 先上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